中国每100个人里有超过10个人患慢性肾病,但其中可能只有一到二个人知道自己患病。 慢性肾病,指各种原因引起的慢性肾脏结构变化和功能障碍,包括原发、激发肾小球炎、肾小管损伤、肾血管病变等。 慢性肾病发病引力性很强,临床上约有20%的慢性肾病患者,首次就诊持病情已到晚期,只能依靠终身透析维持生命。 但其实,当肾脏出现损伤时,人体是会发出一些求救信号的,如果此时我们能够注意到病引起重视,做到早达先早,对预防病情发展有很大帮助。 肾病发生前的八大早期信号,一,眼皮或颜碱出现水肿,经常早晨起床后眼皮或颜碱水肿,午后多消退,劳累后加肿,休息后减轻,这些症状平时可能患有肾炎,但很多人认为可能是因为喝水过多或睡眠不好才出现这种情况,而有所忽略。 二,小便泡沫多,小便食泡沫多,且长时间不消失,这种现象提示,是有蛋白尿存在,因为肾脏受损,导致尿中蛋白质增多,使得尿液表面粘力改变,从而形成泡沫。 三,尿液发红或浑热如桃米水,肉眼可见尿液成龙材色,酱油色或浑热如桃米水,一般会持续数日以上,提借尿液中可能有红细胞或白细胞,这是肾病的主要病征表现。 四,尿量过多或过少,正常情况下,人每天排尿次数约4到6次,尿量约1500毫升,如果在没有发热,大量饮水,大量出汗情况下,小便量周症或周检,都需要去检查下是否有肾脏病变。 五,夜尿分多,正常人在60岁前一般不会有夜尿,如果年轻人在睡前,没有大量饮水情况下,人每夜出现夜尿,很可能是肾脏功能不良的表现。 六,疲乏,恶心,食欲不振,当身在功能出现问题时,体内代谢的毒素排出不畅,在体内逐渐蓄积并次机位肠道,会引起疲乏,恶心,呕吐,食欲减退等中毒症状。 很多人误认为,这只是老眼或过于劳累所致,但学际上出现这些症状,意味着肾病病情已经比较严重了。 七,鸟禄感染,结石,前列腺增生,捧腔疾病等,可能引起派尿灼热,尿瓶,尿剂等症状。 若这些疾病不彻底,有可能导致肾功能不全。 八,慢性瓶血,肾脏具有造血功能,肾脏受损时会出现瓶血症状,长期不明原因瓶血,应考虑慢性肾病的可能。 慢性肾病的五大类高危人群,糖尿病患者,尤其是患病时间长,血糖长期控制不佳的患者。 二,高血压患者,尤其是血压长期控制不佳的患者。 三,代谢性疾病患者,如肥胖,高血脂,高尿酸血症等疾病患者。 四,长期服用肾毒性药物的人群,比如有部分人感冒杂烧时,会使用抗生素,而有些抗生素就是具有肾毒性的。 五,六十五岁以上的老年人,高龄人群肾功能逐渐衰退,容易化发肾病。 当然,除了高危人群,平时的不良生活习惯,也会导致慢性肾病,比如吃的果血,喝水太少,长期憋尿,货量饮酒等。 有数据显示,我或由慢性肾病发展,为尿毒症的案例约占45%,而且慢性肾病越来越去年轻化。 所以关注肾脏健康,做好预防工作很重要,教你四招预防慢性肾病一,不要乱用药物。 不分慢性肾病的发生与肾毒性药物有关,如气大霉素仪内抗生死等消炎症痛药,寒甲,拱的药物以及苍耳子,雷公糖,草屋等过寒或热的中药等,都具有肾毒性。 二,避免不良生活习惯,尽可能保持低炎低脂饮食,对控制血压,血脂和体重都有帮助。 另外注意多喝水,不要憋尿,远离咽酒。 三,定期检查尿液,血压和肾功能。 提前时注意检查尿液,血压以及肾功能。 若尿液异常,血压偏高,肾功能出现障碍,就需要进一步关注肾脏是否有问题。 四,注意观察身体变化,有症状时几时就医,并且关注自身身体变化。 若出现上面提到的一些症状,就要有所重视。 第一时间去咨询专科医生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